好 白沙豚媽粉紅超跑停在店家裡 外頭有大批的信徒相剋 但警方卻發現一輛黑色轎車 停在十字路口的斑馬線上 遠景上前了解狀況 希望駕駛把車開走 打開車門看到裡頭有一個小女孩 坐在車內但是駕駛座上沒有人 怎麼駕駛不在車內 卻讓一個看起來六七歲左右的小朋友 獨自在車上 而且車鑰匙還留在車上 趕緊拿著大聲弓 在外頭對鄉客信徒喊著 有誰把車子亂停在馬路上 沒多久就看到了一名男子匆匆趕過來 跟遠景示意他車子圍停了 再接著把車開離斑馬線 往旁邊紅線的地方先暫停 昨天下午媽祖鑾交到了大甲分局轄區 包括分局長跟大甲遠景 剛好護照任務結束之後要走回大甲分局路上 看到了這一輛K車 分局長也直接現場協助指揮 遠景確認小孩的安全 再有另外一名警察拿著大聲工進到車場去找爸爸 而目前要了解這名小朋友是不是滿六歲了 因為兒校法的規定不可以讓六歲以下的兒童獨處 否則除以新台幣三千元罰還 而且要上四小時以上 五十小時以下的親職教育輔導 到底是奪前程這名男子為了追媽祖 竟然把車子停在路中 還把小孩獨留在車上 下次我們掌握到的小孩資訊 鏡頭交換棚內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